大家好 今天2023年12月12日 繼續講一下區議會選舉 數字就不會說謊的 區議會選舉登記的選民 總人數430萬 最終119萬人投票 投票率27.54% 創下歷史新低 特首李家超今早見記者 就說對投票人數感到滿意 一些親中人士的回應普遍都是正面的 有人說收貨 又說預期之內 甚至說有優於預期 就是比預期更好的說法 信不信由你 假如他們不是睜大眼說謊的話 而是真誠相信他們公開說的話 可以更清楚看到官方安排設計 整場區議會選舉堆帳 其實就是符合他們準則的一些愛國者 也就是建制派 如果按選民過去選舉的投票行為分析 他們大概佔選民中的三成 其餘的七成 理論上都有權去投票 但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 實際上預期其實他們都不會投票 而最終也都絕大部分就沒有投票 而那三成的建制派選民 就大部分出現 所謂交道火 所以李家超表示滿意 從這個角度去看 要理解這句說話 表示滿意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預了一個三成出來的 最終他們出來了 當然滿意了 官方和建制派對投票率的一些正面的說法 認為已經成功動員了基本的支持者投票 也都其實間接承認說當局其實搞這麼多東西 呼籲全港市民投票真是做足百二分了 全城投入實際上其實都早已豁著預期 甚至其實都接受了就是說 那七成人最終可能不投票 這個這樣的結果 所以最終這個投票率就創了新低 其實應該其實都幾負面 就是看回歷史 一堆數字一個比較 零零射射是跌穿了30% 其實都幾難看 但是你會見到 官員或者一些建制派 做樣子出來說一句 失望或者一些遺憾都沒有的 那就說明了什麼 大家都可以明白了 因為都是預計了的 對於只有不足三成人投票 李家超仍然覺得滿意 甚至有建制中人說 更好過預期 反映了就是說 愛國者治港這個原則之下 2021年立法會的選舉 有議員由三成選民選出 百分之三十點二 星期日選出來的區議會直選議員的選民 就更加少過三成 官方建制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更加甚至有人說話比預計好 反映背後的心態 其實就真的大有問題 因為區議會和立法會是基本法裡面 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 代表全體市民 超過半數過去一直有投票的選民不投票 他們覺得兩個議會跟他們無關 政府也都不預計 或者不預期他們會投票 而政府和議會就變了是他和他門的 一些沒有投票 選擇不投票的選民 覺得不是我和我門的議會 官員認為這樣都沒有問題 過去選舉的投票率當然有上有下 影響投票率有不同的因素 但是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 和接下來的2023年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分別跌到百分之三十點二 和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四 一個共通和很主要的因素 很明顯就是絕大部分 超過一百萬可以這麼說 支持民主的選民都真是不約而同 人同此心不去投票 而這個官方也都預期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預計得到 假如現在這個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制度 不變入閘審查機制不變的話 未來一段時間可見的選舉 也都將會變成一個三成人的選舉 三成是基本盤 近七成的人不投票就變成了新常態 政府選舉的目標 可能都做到鋪天蓋地的宣傳 但是最終可能都是想著 叫這三成人出來投票的話 就已經相當滿意 假如選舉變成了三成人的事 所以這次可以看到就是 那個社會分化 恐怕會更嚴重 因為已經變成一種結構 結構化 制度令到分化更加嚴重 甚至就是永久化 正如不少開放的社會 香港的社會的一些政治取向 大致會分為兩大陣型 中間在香港其實中間也有一大塊 過去根據選舉結果 學者和一些傳媒 就用泛民建制 中間等等的派別 去分析香港的政治剛譜 一些政治傾向的一些變遷 2021年和2023年 2021年和2023年 兩場選舉 民主派都沒有參與 政治剛譜只能夠從投票率那裡去探究 三成人投票成為政府支持度的一個指標 其餘七成人 至少三至四成 可以理解為所謂反對派 他們在議會 他們不覺得在議會裡面有代表 跟議會覺得是抽離 甚至會覺得他們跟制度無關 構成了現在愛國者治港客 香港政治的一個怪現象 禮拜天的選舉 日前夕 特首李家超就呼籲選民 思想要統一 他就說 我們不要集音政治 政治是眾人的事 十個人可以有十一種意見 出現集音是正常的 嘗試消除集音 會不會最終要靜音呢 國際後的區議會選舉 真是成功消滅了議會裡面的集音 但不可能清除社會上不同的聲音 香港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局面 議會內外有兩個香港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和繼續支持 拜拜 拜拜